所以我们在装的时候 看一下这两个的轴扇孔 把轴扇装进去 好 轴扇 两个的轴扇都装好了 装好了又怎么办 我们要穿这个轴了 这个轴呢 它就有区别 它一头短一头长 我们怎么装呢 就从这的短的这边开始装 穿过去 那么这轴套从哪边穿呢 轴套从这大孔这边 这边一个大孔 这边小孔 我们从大孔这边穿 再穿过去 好 穿到这个 这有个卡簧槽 我们要卡簧 卡上去 卡这个卡簧槽里面 这边也是一样 卡进去 卡这个卡簧槽里面 好 装好了呢 我们再试一试 看它装的顺不顺柳 你看 装的顺柳 那表示是装的可以的 它很通心的 好 然后我们装好了 再装到那个机器上面 看看 这个紧贴这个面 紧贴这个面之后 用三个螺丝 三个螺丝 锁到这个板上面 锁平 锁紧 锁紧 然后再把这个同步轮 装到这个轴上面 但是要保证这个同步轮 在这个两板的中间 在这两板的中间 两边的缝隙 要一样的 两边的缝隙要一样的 装好锁好了之后 那么你再装这一块 把这一块 依次的装上去 就这样 然后再装好锁